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橘子酸酸甜甜,非常的好吃 而且橘子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橘子多吃以后真的会上火吗? 吃橘子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 好多人都理解错了 今天呢,小鱼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吃橘子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 新鲜的橘子里面不但含有丰富的水分 而且还有很多的维他命C和葡萄糖等十余种营养物质 而且橘子还能够协助身体 提高肝脏的去毒能力 另外一方面还能够加固胆固醇的转化 对防止动漫因化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因此对慢性肝脏炎和高血压的病人来讲 适度的吃一些橘子 能够提高胃口 还对身体有一些帮助 在生活中 很多人误认为吃多了橘子会上火 其实吃橘子并不会上火 而是败火 因为橘子里面富含大量的水分 所以橘子吃多了以后啊 就有败火的作用 那有朋友就会问了 平时吃完橘子会感觉咽喉痛 牙龈肿胀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 是因为橘子里面含有的糖分形成的 橘子里面不仅含有大量的水分 而且它还含有葡萄糖等成分 因此橘子吃多了以后啊 血中的糖的含量就会升高 从而身体里面就会产生粘液反应 如果恰巧你的体内含有多种质病细菌的话 那么身体就会容易导致炎症 比如喉咙痛的现象 类似于上火的症状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上火 其次橘子里面含有糖的成分 糖吃多了以后 喉咙自然会引起不适 至于橘子吃多了 牙龈红肿的情况 是因为口腔内的细菌 在糖分的环境下 自身导致的结果 因此在吃完橘子以后啊 一定要记得漱口 即使漱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但是吃橘子 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首先要充分考虑橘子里面的糖分 所以不能多吃 最先要留意的就是控制吃橘子的量 每日摄取的量应该在350克之内 换算成橘子的话 每日不能超过三个橘子 在餐前或者空腹的时候啊 不适合吃橘子 吃橘子后的一个钟头之内呢 不能喝牛奶 由于牛乳中的蛋白 如果碰到果酸的话 就会凝结 会影响消化 而且啊 橘子不适合和胡萝卜一起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里是小鱼厨艺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小鱼厨艺 谢谢大家